娶了父母当老婆 看我怎么扛他钱呢 老婆 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多老了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又怎么了 来 我问你 我挑战学生发多少天了 两个多月了吧 都快三个月了 你是真打算让我挑战365天的是吧 我发生我真没有 但每次你都赢 我有什么办法呀 那个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也算是个吃货 我为你五道菜鸣 你只要能打得一道 我以后就不是水茶饭了 但是 你要输了 就得再给我五千五千零花钱 懂没有 好 这跟着你说的 答题开始 第一题 乱棍打八戒是什么菜 火煮的肉 错 是蒜苔回锅肉 第二题 太太乐是什么菜 这菜名还是鸡精呀 三 二 你等等 煮方便面 为什么是方便面 你想一下我妈什么发烟 是不是跟发烟面一样 她跳广场舞的时候 那发烟 快乐的 你就说像不像发烟面 老婆 你要在这儿下去 我真得带你去看看脑子是不是超重的 错 是韭菜炒鸡蛋 为什么是韭菜炒鸡蛋呀 你在这儿我就打人了 第三题 爱情悄悄话是什么菜 两拌猪耳朵 错 猪耳朵拌猪炖 这不都是两拌猪耳朵吗 没有炖哪来的 悄悄话哪来的 第四题 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是什么菜 肯定是炖猪蹄 但是猪蹄要么就是炖糊了 要么就有头发掉里面行 哎呀我也真是糊了 对吗 错 是海带炖猪蹄 我错了 最后一题 在天医院做饼鸟是什么菜 烧鸡 对了 错 是烧烤乳客 对你这是哭我呢是吧 饼鸟明明觉得是两只鸟 你是不是啥 哭两只不就行了 那我又说了 也不是我说你啊 没事的时候也多看看书 多努力一点不好吗 但是也不要忽心 明天我随时迎接你的挑战 又去早日中间我睡上班 好不好 那那那我回上班了 等会儿你别忘了 把联邦前后转过来 完